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十元一碗粥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試過呢 現在有一間在香港連鎖的粥品店 推出十元一碗粥 是噱頭還是因應香港經濟的情況而做的呢 有些人稱之為窮鬼經濟 現在對於基層市民來說 這麼便宜的東西當然是正 但是長遠是不是表示香港經濟真是很不行 回到十年前二十年前呢 還有一些令到香港經濟非常差的數據已經出現了 現在回來詳細再說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那樣 用了VPN之後呢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呢 你都可以看到的 又例如呢 就是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VPN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VPN呢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VPN呢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呢 是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訂購兩年呢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三十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呢 可以全數退款的 挺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這一類這樣的所謂窮鬼經濟的現象呢 十元一碗粥 三十元一個兩送飯 八十多元一個火鍋 這個現象呢 其實可能有人會很開心的 因為收入有限的 甚至一些退休的基層人士 當然開心的 但是呢 亦都看得到 香港的經濟 香港的消費能力 是越來越差 雖然推出這些 比較廉價的 這個套餐 或者是粥品的 都是一些連鎖店來的 想搶佔市場 這樣 一來呢 對於那些 獨立一點的小店 可能造成很大的衝擊 大哥 十元一碗粥 你還會不會去小店那裡吃 是不是 那 可能會令到小店 有機會倒閉的 但亦都反映到香港的消費 真的很疲弱 我看回這些數字 都幾 令人擔憂的 是什麼事呢 這樣 政府公佈了一個數字 就是 過去一年 大家都知道 消費總額是大跌 是不是 過去一年 從去年的五月到今年的四月 經六路口岸 總出境的人次 是有七千四百六十萬 七千四百六十萬 由大陸經六路口岸來香港的呢 就有二千八百一十九萬 即是說呢 出境的人數比入境的人數 人次 是相差四千六百四十一萬 是四千六百四十一萬 每個月 每個月 以平均來 十二個月來計 每個月 是相差三百八十六萬 只看見這個數字 我想特區政府的 財金官員 都 頭皮發馬 很明顯 這個就是北上消費 所謂跨城消費 的一個數字來的 相差是四千幾萬 四千六百四十一萬 你說對香港的 這個零售和餐飲業 是不是造成一個 非常之致命的打擊呢 是不是 但是呢 特區政府呢 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它只是 完全是束手無策的 特區政府回應 這個立法會議員的質詢的時候呢 他說他們沒有就香港居民 去內地消費的原因 作出研究 就說香港和內地的經濟 日益融合 和多過新口岸落成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大局下 跨城消費是自然的經濟活動 某程度上 證明多年來就大灣區建設的工作 取得成果 我想這些政府的官員 就是後面提得交關 就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就是 這個回應 他覺得這個是成果 他不認為這個是失敗 某程度上 證明多年來就大灣區建設工作 取得成果 就是他不覺得這個是一個靈和遊戲 當那些人北上消費的時候 自然就不會留在香港消費 但是大陸的人 如果大家都是一小時生活圈 你北上消費的同事 跟著他們會下來消費 那大家就打個和 至少香港也有受惠 原來不是 兩者 每一個月相差幾百萬人 一年內相差四千幾萬人 那香港有什麼受惠 我想知道 什麼成果 我想知道 你建設完之後 這麼多口岸一小時生活圈 本來如果是成果的話 香港人可以很快上去 又可以下來很方便 大陸的人同樣 在大灣區 下來的人會很多 又可以回上去 那麼方便的話 大家兩地的人民的交往 這個才是成果 大家叫什麼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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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為本港零售業 提供支持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做到任何的研究 沒有做到任何的研究 OK 不單止這樣 那是過去一年 好了 最新的了 最新 青島西安 3月的時候 是成為自由行城市的一個部份 然後再加上七到八個城市 你計算數之後 青岛西安增加了开放自由行之后 两个城市日军每一天 访光的旅客平均每天增加了96人和93人 开放自由行 首三个月加上多了200多个旅客 行不行 这两个青岛西安增加了多少少 然后青岛更加少 你想想 究竟开放全国的自由行 香港是否就等于增加到香港的经济收入 因为我说过 自由行是可以睡街的 自由行是可以不过夜 自由行是可以不消费的 还有些东西是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 除了这些北上的人 比南下的人多4千多万之外 就是山姆大叔 山姆超市 Sams Club 真可憐 香港人北上消费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就是贪大陆的新鲜 贪大陆的新鲜 贪大陆的便宜 其中山姆超市 就是香港人去朝圣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是吧 去那里买东西 买很多东西 因为东西便宜 现在不用了 你不上来 部分人不北上消费 部分人不会日日北上消费 但是可以日日用 直游香港服务 今天开始了 无需北上 透过手机程式购物 直接送货来香港 这个 安排就叫做 快递配送涵盖本港所有地方 下午1点截单 1点前落单 那件货 明天就会送到来 如果来到 或者部分地区 就要隔一天才送得到 除了内地禁止出口 和香港禁止入口的商品之外 其他任何商品都可以配送的 冬肉和水果就不包括 山姆直游就是送货上门 自提取货两类 其中自提取货系统 将根据香港客户提供的 收件地址 再推荐合适的自提点 以便利一些打工仔 平日上下班收货 很便宜 運费 送货上门第一公斤三十元人民币 每增加一公斤四个半 然后自提的是 每首公斤十八元 每增加一公斤四个半 如此类推 很多支付都可以 阿里皮支付寶 微信什么什么 中国银链 云市等等全部都可以 好了 这个问题是 拿命的地方是什么呢 还有 拿命的地方就是 对于香港的零售的打击非常大 因为不用北上了 以前北上也要放假去 对不对 一个周末上去 现在不用了 长假期上去 日日来 那香港怎么办呢 香港那个 这个零售 第二 对于王维基的HKTV Mall 打击都很大 就这么办 是吧 他那些一定比你便宜 在深圳一定比你便宜 你比你漂亮 我不敢说 是吧 对香港 怎样呢 什么退换等等 都可能会有少少困难 那么究竟 这个香港的零售 批发界议员的回应是怎样呢 他说 很大挑战 香港人北上去买东西 买食品 日用品 那么政府可以做什么呢 他说 政府需要在把关上做更多 因为过往呢 有市民外游呢 买到一些 就是 进口不小心的 违反检疫规定等等 有没有安全标签等等 你猜香港人会不会 关心这些东西呢 他北上吃都可以了 是不是 直接放进口 他还关心担心这些东西 做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香港人根本不在乎 你北上直接把那些周期表元素 放进口都没问题了 何况去那些山姆超市去买东西 所以 邵家辉呢 这位立法会的批发及零售界议员呢 根本就 就是说些东西呢 是没有办法去令到香港人却步的 这个已经是成为风气 香港有没有办法应付呢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就好像陈启宗 所说 可能是香港 将 无论是这个 楼价 商铺的租金 零售和餐饮的价格呢 如果降到和大湾区看齐的话 香港的竞争力才会回来 某程度上 和经济学的角度呢 这个是真的 是不是 即是你既然 走过旁边已经这么便宜了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 是不是 但是 如何令到香港的东西 和大陆的商品 或者零售批发可以看齐呢 唯一就是令到成本减轻 是不是 成本减轻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的楼价跌 租金跌 人工跌 和深圳差不多 或者和广州差不多 那就大家有相同的竞争力了 其实就是 除非你说 我是优胜过你很多 又或者我这里的吸引力大很多 其实就不是 香港人北上消费的原因就是 香港的东西又难吃 他们说服务又差 又就是 千个商场都一模一样 又没有什么特色 人家的东西又新鲜 是不是 不是和和新鲜和和和金 人家全都很新鲜 你香港不是 又被黑面人家 无论的是滝丝丝机 或者去查厂厅 那是吸引不了人的 你平均不平 那唯一 你让你有吸引力呢 这个 这是其中一样 都不等于一定会留下 就是你的东西很便宜 你的东西很便宜 就是 楼价又便宜 租金又便宜 人工又便宜 食材又便宜 或者你不是跟人鬥便宜 你是 好過人、厲害過人、新鮮過人、好玩過人、新奇過人 這兩樣東西 前者和後者你做得到嗎? 暫時來說完全看不到 如果暫時都看不到的話 現在大陸什麼都看著你來吃 連直送快遞都看著你來吃 你香港是沒有運行的 所以特區政府的官員 不停地在那裡吹說自己怎樣 我們協助到香港的零售批發 又說香港經濟會好 中國經濟會好香港就行 我覺得這樣的吹開也沒有用 雖然 現在不是 這個斷崖式 香港經濟衰退 不是 但是我覺得 慢慢流血 然後死 你看得到的趨勢就是這樣 北上的人數過去一年 比南下的人數多四千多萬 每個月多三百多萬 開放了 自由行 來香港的人 一個月都可能只有 幾十個 或者百多個幾百個 多了 多了 那你用什麼方法 救這個 零售批發業呢 我經常都說零售批發 在香港來講請很多人 雖然 GDP 那個 這個收益不是大得那麼交關 但是 是請很多人 是很大的僱主來的 當這一班人 熬不住的時候 無論是藍店 黃店 很多都熬不住 全線結業 就會有很多人失業 是慢慢流血 現在這個情況 所以 所謂的窮鬼經濟 是反映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即是說香港人的消費力越來越差 他能夠 有 僅有的錢 是可以北上去 去享受 就不會 不會留在香港 捱貴的東西 現在你沒辦法 就要跟他看齊了 大家一起流血 看看誰 流血多點 快點死點 然後那些 流血沒有那麼多 或者財力比較多 就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現在就是這樣 賤密鬥窮人 不單止鬥窮人 更加會鬥到 自己的一些小店 可能雙腳就會倒閉 再來三毛超市再踩多一腳 香港的零售業 怎麼搞呢 怎麼辦呢 這個香港人就是要面對的問題 不要覺得 正啊 越買越便宜 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很理性 一定會 我當然要光顧山姆 怎麼要光顧HKTV 沒有我才行 大家都是直送 別人便宜那麼多 當然是這樣想的 但是長遠來說 本地的 一間又一間 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 都相對倒閉的時候 香港人都是沒有運行 我不在做什麼道德呼籲 又說你要幫助香港人 什麼什麼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理性的 不能叫我 我特意留下消費去幫香港 現在 北上那些黃絲 他的理由就是 我就是不想香港經濟好 我就要堆壞香港經濟 不想這個政府去領工 這個也是一個很理性的選擇 雖然我得 這個理據 這個是理性的選擇 但是這個理據是站不住腳 因為 那裏的政權和香港的政權 其實是隱默相承的 那為什麼你會上去幫他的政權 不幫香港的政權呢 你自己想吧 來這裡幫香港的黃店 是不是就等於幫了李家超呢 這個是自己想的問題 你自己是要考慮的問題 我不在這裡挑戰你 不過我覺得這個理據是站不住腳的 好大家 慢慢去思考一下 然後留言給我 都subscribe 看廣告 like share 按鈴鐺 按鈴鐺 有新片上 就會通知大家 這次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和深植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謝謝大家 好 通知大家 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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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